大约在46亿年前,地球诞生了,它诞生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年代,并伴随着难以形容的恐怖高温,随着时间的推移,地球的温度慢慢降低,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,生命终于出现。 从最初的单细胞生物,海洋生物,两栖类生物,陆地生物的演化至今,地球上的物种不断演化,也不断淘汰,也就是说,有一天我们人类很有可能也会灭绝,也许还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,但也许它马上就会发生,而这完全取决于是什么样的事件导致人类灭亡。 令人惊讶的是,在一本近2000年前就写好的著作《启示录》中就有记载,未来有一天,世界将会发生一系列的灾难,而这些灾难将会重置地球,如果启示录真的记载了未来的灾难,那么人类距离那场末世之灾还有多少时间呢? 最重要的是,人类有没有机会可以避免末世发生呢?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终极预言《启示录》,在人类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,我们不断试图去重建地球与人类的历史,令人惊讶的是,在重建的过程中,科学家们不断发现与圣经相同描述的过去,例如,在诺亚方舟这集影片中,我们提到有很多的科学家发现,地球过去曾经发生过大洪水, 也就是说,圣经很有可能是一本记载历史的书籍,如果圣经真的是一部历史,那么神很有可能真的存在。 因为根据圣经的说法,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,在《创世纪》中有描述,世界曾经是一片虚无,在一片虚无之中,神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,并放入了第一队人类,亚当和夏娃。 巧的是,目前考古史上的确也没有办法找到人类从猿猴演化而来的证据,仿佛人类真的如《创世纪》所说,是忽然被创造出来的,这边想多和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。 其实,我曾经在《原厂3》这本书里面看到,在圣经中,Be Elohim这个字被翻译成上帝,其实,Elohim是一个附属名词,意思是大能智者门。 所以,Elohim很有可能指的是一群拥有超高智慧的外星人。 甚至有人认为,如果将天堂改为科学用语,那么它指的很有可能是宇宙。 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重新阅读圣经,那么将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故事。 当然,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圣经不只有记载神创造世界的过程,它还预言了未来会发生的事,根据启示录的记载,未来有一天,人类会背离神的意愿,他们会变得不再相信,甚至开始作恶多端,也因为事丰日下,使得神最终不得不降下灾难,重启世界。 而这一切,全都要从1900多年前开始说起,那年某天夜里,耶稣忽然召集了十二位门徒,与他共进最后的晚餐。 期间,耶稣留下了几则预言,并预测在场的门徒中有一位背叛他。 果然就在这顿晚餐的隔天,耶稣就被罗马帝国抓去判刑,最后痛苦地死去。 据说在耶稣最后的时间里,曾经追随他的门徒,为了不被罗马帝国抓到,而四处逃难,唯独约翰陪着耶稣度过最后的生命。 离奇的是,就在耶稣死后,约翰竟然开始看到了各种异象,然后没有多久他便发现,眼前这些异象竟然是未来会发生的预兆。 于是他立刻拿起了笔写下《启示录》,根据《启示录》的记载, 在耶稣死后,约翰来到了达摩岛,并在那里看到了已经死去的耶稣。 这是约翰看到的第一个一项,当时看到耶稣复活的约翰非常的讶异。 约翰描述那天,耶稣身穿长袍,头发已经变白,右手拿着七星,口里吐出了一把利剑。 耶稣告诉约翰,他已经复活,并且得到了永生。 而现在,他将展示末世的画面,最后他还要求了约翰要将这些画面清楚记载。 说完,耶稣就消失了。 不过就在这次异象没有多久,第二个异象出现了。 在第二个异象中,耶稣手持书卷,书卷上方有七印,这七个印象象征着不同的灾难。 每解除一印事件,将会发生一起重大事件。 而前面四印封印柱的,就是大名鼎鼎的天启四骑士。 第一印揭开的时候,会出现一匹白马,它会带来瘟疫。 第二印出现的是一匹红马,它会带来战争。 第三印出现的是黑马,它会带来饥荒。 第四印出现的是青马,带来的是死亡。 值得注意的是,根据启赤录的记载。 以上四印封印柱的天启四骑士,并不是逐一到来,而是同时发生。 但这就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了。 因为以上四个灾难,似乎正在验证目前地球上发生的事情。 而天启四骑士试出以后,约翰看到了有人殉道,这是第五印。 然后没有多久,当耶稣揭开第六印的时候, 约翰看到了地大震动,日头变黑像毛,不满月变红像血。 指的是在这个阶段,地球将会发生地震。 不止如此,太阳还会变黑月亮,不再皎白如雪,而是变成了血月。 我们来看看太阳变黑这件事。 2018年7月20号,原本处在宇宙中的西伯利亚, 竟然在上午11点半时,太阳消失了。 而且这个太阳消失时间,还长达了三个多小时。 开始有人认为,这会不会是日时,但这不太可能。 因为就算是日全时,持续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七分半。 那么问题来了,那天西伯利亚的太阳去了哪里呢? 最重要的是,直到今天,西伯利亚政府都不曾出面解释, 为什么当天太阳会忽然消失。 我们继续回到启示录。 当第六印中的最后一印被揭开后,时间将会瞬间接近半小时, 毫无疑问,这将会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, 西元1991年新墨西哥州一处偏僻的小镇。 忽然有多位居民向当地官员表示, 他们总会在半夜听到奇怪的声音。 一开始,这起事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关注, 但离奇的是在这则新闻之后, 世界各地竟然开始不断出现类似声音, 不只是西方世界, 就连贵州也在2020出现过相似情形。 我想奇怪的是, 尽管相较于1991年, 现在的科技更加发达, 但科学家们仍然无法找到这些声音到底来自何方。 使得有人想到了, 启示录里提到的天使号叫声, 根据启示录的记载, 就在第七印被揭开以后, 时间会出现七位天使, 它们会依序吹奏号角, 每声号角后都会发生新一轮的灾害。 第一声, 号角响起时会有三分之一的陆地陷入火海。 第二声号角, 海里的生物死去三分之一, 就连海上的船也会遭殃。 第三声号角, 灾难从大海转向地面水源, 此时会有三分之一的湖泊与河流遭到污染, 人们将无法再引用到干净水源。 第四声号角, 日月星辰暗取三分之一, 第五声号角, 撒旦从天而降, 被释放了蝗虫攻击事件, 第六声号角将会释放四位使者, 它们将会杀害三分之一的人类。 当第七声号角响起时, 会有七个城满猎怒的金鱼, 分别到陆地、 海空等地方, 直到最后一个到处后, 世界重置基本完成。 需要注意的是, 尽管《启示录》描述的场景很恐怖, 但它并不是一本预言末日的书, 因为根据《启示录》的说法, 在灾难后, 人类将会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 只是在美好世界到来之前, 我们会先经历一个重置的过程, 但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足以重置地球的灾难吗? 大约七百多年前, 中美洲曾繁盛着一个超高科技的古代文明, 名为阿兹特克。 当时, 他们的科技非常发达, 甚至把首都建在水上, 因为他们相信世界起初只是一个水域。 根据古老的阿兹特克传说, 地球曾经历过五次太阳的轮回, 每一次太阳灭亡后, 世界都会遭受灾难。 这是众神让大地焕然一新的过程, 灾难过后, 新的世界将展开, 这与启示录有些相似。 巧合的是, 根据专家研究, 地球确实经历过五次大灭绝, 每次大灭绝都导致地球至少70%以上的物种灭绝, 这些灭绝, 依次是在4亿4500万年前的澳陶级灭绝事件, 导致85%的物种灭绝, 在3亿7500万年前的泥盆级末期灭绝事件, 是75%的物种消失, 在2亿5200万年前的二叠际灭绝事件中, 物种损失达到95%, 在2亿年前的三叠际灭绝事件中, 损失了70%到80%的物种, 最后一次灭绝, 是在6600万年前的白鳄级灭绝, 这也是最为人所知的灭绝事件, 导致地表飞鸟类恐龙全部灭绝, 尽管目前科学家上无法确定飞鸟类恐龙灭绝的具体原因, 但多数专家支持陨石撞击说, 在6600万年前, 地球上存在着大量的大型生物和恐龙, 它们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, 然而, 在那个时刻, 一颗比圣母峰还高的陨石撞击了地球, 这次撞击释放出的能量, 相当于同时引爆数十亿颗原子弹, 导致1500公里范围内的区域陷入火海, 并引发了地震、 海啸、 板块位移和火山喷发等前所未见的灾难, 最可怕的是, 撞击产生的碎片射向太空, 但大部分碎片会在一段时间后重返地球, 由于数量庞大, 与大气层摩擦后产生极高温度, 据推测地球温度可能降至数百度, 持续数分钟, 甚至接近千度持续一分钟, 地球变成了炼雨, 更糟糕的是, 随后出现的寒冬摧毁了大量物种, 大量尘埃随着火山爆发进入大气层, 遮蔽了阳光, 导致长达数年的火山冬天, 在这次撞击后, 地球进入了一段黑暗的岁月, 大部分生物走向了灭绝之路, 由于陨石撞击地球, 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, 自人类科技发展以来, 天文学家一直在监测太空, 好消息是, 根据NASA的说法, 目前人类已经掌握了90%直径大于一公里的陨石的运行轨道, 然而, 尚有10%的陨石轨道无法确定, 1983年4月25日, 一颗直径9公里的IOS荒柜二颗颗彗星, 在接近地球的两周前才被发现, 2019年, 一颗名为2019OK的小行星, 在距离地球仅一天的时候才被发现, 而它距离地球最近的距离, 竟然不足地球与月球间距离的五分之一, 这些例子表明, 人类的科技仍不足以完全预防太空威胁, 除了陨石撞击外, 地球还经历过其他难以想象的灾难, 例如, 75000年前的多巴超级火山喷发, 是一支最大的超级火山喷发, 在火山喷发后, 大量火山灰遮蔽了地球, 导致长达6至10年的火山冬天, 此外, 人类历史上还经历过多次传染病爆发, 如1347年的黑死病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, 导致大量死亡, 尽管人类在这些灾难中艰难求生, 创造了今日的科技文明, 但令人震惊的是, 人类科技发展后, 我们离灭亡更近了1945年, 两颗原子弹的爆炸结束了二战, 宣告了人类进入核武时代,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, 截至2021年1月, 全球拥有13400枚核弹, 其中90%掌握在美国和俄罗斯手中, 这意味着, 一旦两国对立, 全球可能会瞬间毁灭1967年, 监视苏联核弹的雷达系统, 在阿拉斯加北部和格陵兰岛等地, 突然全部失效, 白宫怀疑是苏联的攻击, 准备反击, 然而, 一群太空天气学家解释说, 雷达系统失效是由太阳药般导致的, 这群科学家成为了无名英雄, 然而, 这件事直到54年后才被揭露, 根据最新公布的资料, 全球有2000枚以上的核弹处于高度战位状态, 几分钟内就能发射, 下一次是否还有逃脱危机的机会, 或许卢迪提的七万灾害就是核战的歧视。 除了核战威胁外, 另一个紧迫的危机是自然的报复, 人类科技进步后,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接近了临界点,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最新数据, 到2030年, 全球平均温度将超过临界之一, 5摄氏度, 这将自动释放储存在雨林, 冰原和海洋中的温室气体, 加速全球变暖的速度, 这意味着更多的陆地将被淹没, 并频繁发生森林火灾, 洪水和干旱, 如果大家已经感觉到最近几年世界的不正常, 那么2030年将会更加糟糕, 更令人担忧的是, 仅仅三年前, 联合国认为要达到这个临界值, 至少要到2040年后, 但我们对生态破坏的力度早已超出想象,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伊隆, 马斯克正在积极推动火星移民了吧, 今天我们探讨了多种可能导致世界毁灭的方式, 这些灾难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脆弱, 但也让我们敬畏生命的顽强, 尽管地球经历了多次大灾难, 仍然充满了生命力, 可以几乎肯定的是, 当前的人类不会因地球本身问题而灭亡, 但人类自身导致的毁灭仍然存在可能, 在人类灭亡后, 地球仍将存在一些物种, 它们将从废墟中求生存, 经过漫长时间, 地球将展开新的篇章, 唯一的问题是, 下一批文明是否会重蹈我们的覆辙, 或许比起考虑这个问题, 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挽救地球, 您对此有何看法? 还有吗? 就是这么entar等的这些美択草率, 我很多年线逛5月中未见, 那么多次要提无凝antly或许比。 好難以麻将你给我交感才 beneficial, 好了,